高雄美农区的黄蝶翠骨则是传出有国中生溺水汉事 一名十四岁的同学和两名同学相约到双溪桥下钓鱼 没想到疑似不慎踩空滑落溪中失去踪影 警销人员到场后花了一个多小的时间找到人 不过已经回天乏术 搜救人员合力抬起不慎溺水的中学生 只是上岸时他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一旁出现着急的哭声但时间分秒必争 男同学被送上担架即刻送往医院救治 听闻溺水的消息手上拿着钓竿 也准备前来钓鱼的同学相当错愕 事发地点就在高雄市美农区黄蝶翠骨 28号中午将近一点钟 消防局接获通报14岁立姓男同学和两名同学 约好到双溪桥下钓鱼 与美小道却疑似不慎踩空滑落戏中 时隔将近一个半小时 搜救员终于在距离落水点 大约30公尺处找到人 不幸的是中学生送医后仍然回天法术 要下千才有都是年轻人 清单那个救护车 救护车 那个消防车 每逢言下就会有不少人前来细水消暑 当地早已设置告示牌警示 却还是阻止不了溺水事件 八车五潜水人员一橡皮艇 共11人前往抢救 救护人员抢救处置之后送西山医院 溺水湍急加上看不见的暗流导致汉事频传 如今男学生不幸溺水身亡 恐怕将成为家人心中一辈子的遗憾 记者高雄做不到 好 好